如果各位你把我們的Cloud Animator的專案動畫做好的 第一個先在上面這邊有沒有儲存 你可以把它儲存一下 這樣子以防萬一 那存好之後呢 他問你你的封面要哪一頁 你可以自己選擇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看你覺得哪一個 比較適合當你的封面 然後就按存檔 存檔 那如果好的 你也可以直接做發布的動作 但是他的發布其實是屬於付費的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讓人家看到呢 我們先回頭到外面去 你就可以點 看你是要點這邊回到最外面 還是要點這個人頭這裡 點人頭這邊有沒有一個叫我的專案 好你點這裡也可以 他就跳到外面去囉 好現在我有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預設是私人的 所以別人看不到 這個別人看不到 好那如果你要看得到的話 你要把它 比如說你要分享 他就問你 你是不是要先發布 這樣別人才看得到 按是 好這樣你就看到 超連結是不是出來了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放在 假設你是自己的網站 比如說像部落格 他可以支援砍入的 有沒有發現也可以砍入 好那當然你如果只是很單純的 跟人家連結也可以 我們先看一下 進到這邊來 好Loading進來了 那現在Plan一下 對不對我們剛剛的內容 好那這個Slide完了 他才會怎麼樣 跳到下一個 跳下一個 沒有跳下一個 你也可以先說 Motion graphic 有了齁 所以你只要給人家這個連結就好了 那這裡有一個 你可以留意一下就是 我剛剛沒有特別提到 我們在這個地方啊 我先把它 回到我的專案這邊 這裡齁 這個我用另外一段來介紹 我可以玩 我可以玩 我可以玩